日本这两款引以为豪的战机都被击败了,美国P-38战机已战成名。 众所周知,美国的战机非常优秀,就算在二战时代也是在世界前茅。 在太平洋战争中,美军的P-38战机就打败了日本最为骄傲的零式战机,因此P-38战机就被广为传赞,也让美国的武器装备美于天下。 在1936年的时候,美国的P-38战机就开始研制了,是一家专业研制军用战斗机的公司负责,直到1941年的时候这款战机就正式进入了军中服役。 巧的是天平洋战争爆发了,也让美国有机会验证这款战机的性能。 当时这款战机加入到了美军的航母战队,以速度快火力强组称,外形结构上的坚硬设计让敌军的子弹很难穿透油箱,也提升了在战场上的战斗能力。 而那时候国家不缺少打战的人员,谁的装备强,谁就更容易获胜。 当时的美国和日本的装备都比较先进,日本最自豪的零式战机也被P-38机败来,P-38战机至少是在二战期间是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,立下了赫赫战功。 从那之后美国的武器装备就一直领先,毕竟基础在那里。 P-38战机还有一个直奔美军骄傲的方面,那就是在当时与日军对战的时候,日本大将山文56座机也是被P-38所拦截并级,让日本引以为豪的战机都损失在P-38手下,也是日本人觉得可悲的地方。 回头来说,当初日本不是傻傻的去偷袭珍珠港的话,美国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借口进入二战,日本也能帮助德国对付苏联,美国更不会有现在的世界地位。 或许当时的局势还能够再拖一段时间。